香港娱乐圈女星千姿百态 万种妖娆 论阴气俊逸前有梅艳芳 林青霞 论妖艳欲低 风情万种 后有邱淑珍 王祖贤 论春梭与两类女星之间 还有一位论美貌身材 个性魅力 不输以上几位巨星 对知名度则逊色许多 她就是昔日港圈艳后吴嘉丽 吴嘉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 说这话的人是成龙大哥 但吴嘉丽小时候却是个十足的丑小鸭 1963年2月 吴嘉丽生于香港九龙码头 为一户普通市民家庭 上面有两个大她四岁及两岁的哥哥 后来妈妈又为她生了一个小九岁的妹妹 子女众多 父母又都在工厂做工 吴嘉丽的童年生活不算优越 不过那时的她已展现了绘画天赋 并对演艺圈产生向往 但儿时的她长相毫不出众 嘴唇厚厚 话也不多 还被同伴潮视丑媚 幸亏后来身高窜起 长到一米六六 中学时代 吴嘉丽为了补充家用 经常利用暑假去打工 中午毕业之后 女大十八变的她 出落的是名谋好齿 经常被男载追 金珠那个明星梦再次涌起 不如试一试 吴嘉丽报考了香港无线电视第十七议员培训班 她的上一届学长有刘德华 或许天生就该端这碗饭 别的人眼哭泣酝酿半天也掉不出一滴眼泪 吴嘉丽对着考官就能够泪眼泼梭 就这样以优异的成绩被成功的录取了 家人都是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虽有担心 但亦支持女儿前途 就这样吴嘉丽进了演艺圈 那时的她还不知晓后面有多少辛苦等待着自己 第一天报道要求所有女艺人化妆 吴嘉丽刚坐稳就被化妆师好一顿嫌弃 你的脸不够立体 效果不好不要怪我 刚入社会就遭此番打击 吴嘉丽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心情 饭都吃不下 又能怎么样呢 陆是自己选的 吴嘉丽努力让自己融入五光十色 又现实无比的电视台环境 然而现实残户 那个时代各自家人如果僵之急 性格内敛的吴嘉丽 想在美人堆里抢饭吃没那么容易 有长达五年的时间 她的发展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卓罗尹没有台词的龙套 就是诱惑男人的坏女人 有次她在剧中扮演一个男人的情妇 结果在自家楼下超市被一些香港 湿奶指指点点 说 她就是大堤那只东西喽 言个耳策让吴嘉丽不开心许久 没办法做公众人物就要被人评说 但心怀演艺梦的吴嘉丽不甘心就这样沦为平庸 《眼见无机会出头》 她听从导演楚源的建议 约满后离开无限 转往电影圈发展 24岁那年 机会来了 知名导演林林东筹拍《龙虎风云》 确定两位男主是周润发 李修贤 女主角迟迟没敲定 林林东的要求是有风尘感 但是又不能抢戏 这个角色仿佛就是为吴嘉丽量身打造的 她当时名气不大 但气质美艳 身材也够性感 就这样吴嘉丽与林林东一拍即合 电影播出之后 吴嘉丽扮演的女主角赢得一致好评 电影演出机会 接踵而至 虽然还是一些风尘女子 大老情妇之类的角色 好歹是有一些发挥空间了 吴嘉丽年少时吃过苦 非常珍惜机会 曾有同一时间对儿拍九组戏 拿九份人工的经历 还因此得了个五九组的称号 不过因为工作太忙 吴嘉丽赚到钱想享受生活都不可能 用她的话来说 钱赚得很麻木 30岁那年吴嘉丽主演的电影《狼心如铁》上映 她在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 饰演一位性格复杂的银行女职员 这位女职员为了保护男友 不惜配合她毁尸灭迹 还去警局为男友顶包 但最后感情缩负 男友变心 她毁不当初却无法回头 凭借细腻的表演 吴嘉丽一局夺得第三十届台湾金马奖 引后殊荣 拿到了19张选票中的16票 在颁奖礼上 光彩招人的吴嘉丽 受得成龙大哥的另眼相待 夸奖 合照 晕吻 之后更是送花 送礼物 打电话给吴嘉丽 让她加盟自己筹拍的芯片《城市猎人》 吴嘉丽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机会错过当然可惜 可是吴嘉丽珍惜自己的名誉 知道成龙已经结婚 不想和她产生什么瓜葛 吴嘉丽就是这样的人 外表与电影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后来受访她也表示过 群中有不少女星参加饭局 但她不会出席 因为这样的饭局虽然能拿到钱或资源 之后的节目却令她无法接受 不过吴嘉丽也表示 自己并不反对别人参加饭局 这种事也无畏对错 是供求问题 也是个人选择 而且我觉得那些人应该不够胆叫我去 吴嘉丽说 吴嘉丽当年有一个相交十年的督察男友 名叫王永基 也是她拒绝成龙的原因之一 这位男友因为花心辜负了吴嘉丽 后来两人分手 大约五年之后 以容生景思的王永基突然在训练中暴毙 令吴嘉丽压抑和伤心许久 自然感情回不了头 吴嘉丽不希望对方有事 与这位男友分手之后 吴嘉丽对感情看淡了许多 除了朋友 同时间的聚会 她基本就是宅在家中 画画 照顾宠物 吴嘉丽自言 没有人找自己参加饭局 还有两点原因 一是叫一次不去 后面不会再叫了 二是 她的荧幕形象 都是成熟强悍的女性 大家仅呢 或许呢 有势力大佬的女人 那些安排饭局的人 更钟情 温柔 可爱的女性 吴嘉丽采访中 形容自己黑口黑面 其实她私下的性格温柔文静 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 年岁渐长之后 吴嘉丽的社交明显减少 生活变得有规律 早上七点起床 晚上六点吃饭 不到十二点上床睡觉 吴嘉丽自言 喜欢白天的时光 可以上网冲浪 照顾两只狗仔 画画 以及一些做运动 不是甘于平淡 而是早已经经历过 大风大浪和纵情时刻 二十多岁时 吴嘉丽很能喝酒 经常和朋友出去玩 卡了OK 第一次兰鬼房 都是她的常客 在内地拍戏 喝四五十度的白酒 不在话下 喝到很劲就吐出来 不过现在 吴嘉丽则不会烂饮 因为第二天头会疼 王永基之后 吴嘉丽感情生活 保持空白多年 后来也有尝试恋爱 甚至与内地某房地产商 有过短暂的恋爱 但她始终是不舍香港生活 以及没有找到那种默契感 现在的她更享受 松弛又简单的人生 拍拍网剧 参加一些综艺 先时就埋头自己的爱好 她跳拉丁舞 画水彩和油画 还会打太极 公开活动回避巨多 除了目前演出 吴嘉丽还做编剧 策划监制 甚至导演了一部 关于性工作者的电影 外形 风情 志艳的她 骨子里是极致的传统 她也向往爱情 但她说 拍拖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自己当下反而找了一个知己 多于拍拖 她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可以跟自己相互倾土心事 但迄今还没有那么一个可以深入发展的人出现 吴嘉丽自言性格被动 不拒绝男性追求 但她又表示 日日追你的男人 他们没正经试作吗 男人应该有很多试作才对嘛 浪漫又务实 固执又洒脱 这样的吴嘉丽 即便是快60岁 依然是不乏女性的可爱与纯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